蜜耳骨 嗨大家好我是BED 你有在戴耳環嗎? 但如果你沒有耳洞那怎麼辦? 就可以選擇假式耳環 這次我們要介紹我們特別從韓國戴回來的假式耳環 有單醉式的 也有雙醉式的 主要都是夾在耳鎚或是耳骨的地方 那如果是單醉式的 你戴久了也會覺得膩 那我們就會有特別進的雙墜式的 只是會有一點小重量 那圖案部分有大家很愛的十字架 或是羽毛 或是圖騰 最基本的圖騰一定會有 那很有特色的就是雙墜式 在台灣比較少見 那我們之前也沒有特別去販售 主要是因為很多粉絲會說 耳環帶膩了 因為耳環它的變化真的不大 那怎麼辦 那我們就特別去韓國找到這種雙墜式的 你可以這邊夾一個 然後上面夾一個 比較有特色 也是很多藝人明星會配戴 那如果你喜歡假飾耳環 那這一集一定要看 第一款我們就來介紹十字架 十字架可以說是大家都會配戴的飾品之一 然後它的背面是平面的 然後正面 第二款也是十字架 它的圖案 另外一邊是十字架 然後另外一邊是一個人像 第三款是楓葉 它的側面 雙面都是楓葉 第四款是星星 再來是大家很愛的羽毛 這一集主要就是帶大家認識一下 我們的新品的夾式耳環 最後一個是眼珠 很特別的眼珠 再來是這兩個比較簡單的 這個是算耳骨夾 可以夾在耳骨上面的 再來是這個很有特色的 這是算一條蛇 也是耳骨夾 接著是垂吊系列 這是樹面的一個 墜子 算兩個墜子 比較簡單的 很多韓系明星都會這樣配戴 這個是兩個回文針大小 這個就會有點重量 所以你戴起來會比一般的夾式耳環還重 這個就是夾在看你要夾耳鎚或耳骨都可以 這個是鏈條 以上如果你都覺得太單調 你想要更特別的 可以選擇 選擇像這個 這是雙甲 這個可能是夾耳骨 這個可能是夾耳骨 這個可能是夾耳鎚 那你耳朵上就會非常的豐富 這個是我們目前賣場上最重的耳夾 因為我大概有看一下感覺它的重量 這個是十字架 然後這是很粗的鏈條 然後一樣這個是夾耳骨 那這邊是夾耳鎚 那接著也是十字架 為什麼會進這些呢? 主要是因為有客人反應說 我們的夾式耳環好像都差不多 因為耳環能改變的東西不多啦 所以只能在有限的範圍內去改 像這個都是我們去韓國看到的 不是在大陸可能有啦 但就是我們特別去韓國進回來 像有些墜子啊 也都是我們自己親手挑的 然後請那邊的人幫我們做的 像上面有三個小石子架 那最後一款呢 就是大家最愛的 羽毛系列 這邊有一個尺寸一樣的羽毛 然後加兩條鏈條 像戴這個啊 會有重量 所以不像針制耳環 它不會掉 它這個一定會掉 但只是看你要做什麼樣的運動 如果是打籃球就不適合 但如果是一般的走路啊 逛街一定是都可以的 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介紹的 我們賣場的新品夾式耳環 如果有興趣可以到我瞄準來看一下喔 做出的 它會不停的 策略 都可以跳到 裏面 寫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